哈喽大家好 今天我们拌一个凉菜 素菜凉拌莴笋 这是我小的时候 夏天我母亲经常做的一道菜 做的时候还要问 能会是葱油油还是姜油油油啊? 那因为这是两种常见的做法 今天我们一起来分享 希望大家喜欢 我们今天用的是半截 买来就是这个样子的 叶子都去掉了 那这段呢是长在底下的 上面哈还有一段是嫩叶子 两段是分开来卖的 这个底部呢其实也有叶子的 以前在上海市场 叶子是全部留着的 但是呢老一般也不吃 只是做菜饭的时候会用伤它 不嫌它老反而耐煮 而且很好吃很香 去掉头刀皮削掉 那一丝一丝的老筋 都要给它弄干净 切成薄片 再切成丝 用一个稍大一点的容器 这样好工作 下些盐 那捏过后呢它会出些盐水 这个盐水要倒掉它 否则会太咸 那如果你盐放多了 觉得咸了 那你可以用凉开水 给它过一下 再捏干 放一个teaspoon的糖 少许酱油调色 麻油 给它拌开 再装盘 这个酒是姜木油 不于香无声 接下来是拌葱油 前面的步骤是一模一样 放一丁点糖调调鲜 葱花 滚滚烫的油浇上去 葱香马上就出来了 好今天这个视频就到这里 我们下次再见 拜拜